我说你们倒是给我下蛋呢 评论区的朋友都在等着你们下的蛋呢 有的连孵化箱都已经买回家了 你说你们到现在一个蛋不下 你让我怎么和别人交代 兄弟们 别说饲料了 面包虫我都已经为了二斤了 到现在为止 愣是一个蛋没下 你几个在给我装铁公鸡呢 到现在一毛不拔是吧 我本来是准备等到他们下蛋 再给你们更新这几只卤丁鸡的 谁知道你们催根催的是太急了 但是没下蛋呢 别说他们了 这里还有两个第二批的卤丁鸡 长得快大了 全白色 等会给他们和他们合缸 但是我估计得打架 还有啊 这几只卤丁鸡 我讲到现在有几个坑 你们注意别踩 我给你们说一下 什么呢 就是发酵床 买 千万要买倒壳多的 不要买木屑多的 兄弟们 扬尘扬得太厉害了 我这天天给他们擦 还有呢 这个后面我用的这叫什么 玉米芯啊 好用是好用 不扬尘 但是用几天不后你会发现 他们拉的爸爸和这个玉米芯 让你傻傻分不清楚 还有就是这个炉丁鸡合拢也是个问题 多数会打架啊 我想了一个方法 什么呢 我这里看 香水 炉丁鸡 合拢 打架的有一个原因 可能就是因为据我自己猜测啊 应该是气味不相同 才导致他妈打架 所以我认为呢 我把这里喷点香水 给他们两个再喷点香水 然后再把它们合在一起 那气味不就一样了吗 对吧 臭味相同 香味也相同 你们说 是不是 先给这些大一点的鸡 给他们先喷上 让他们先熟悉味道 然后等到小鸡过来 他们就不打架了 我想是这样的啊 但是到底打不打 咱们得以实际为准 哎 好嘞 别吓着这样 炉丁鸡确实胆小 确实胆小 这是事实 但是呢 有一条好 你只要扑发酵床 它就不臭啊 这个是一个好现象 比我之前养的那个啥 那叫啥 鞍唇 那鞍唇是贼臭贼臭 炉丁鸡确实不怎么抽 哎 你们两个走上面喷嘛 哇 举这脸只胆还要小 知道吧 但是我孵化的这脸 这脸只鸡啊 别说这脸只鸡了 30多个蛋呢 兄弟们 就剩这脸只啊 哎 提起来心里又难受 但是有一条 就是我孵化这些鸡 你没发现 第二批这脸只鸡 虽然就剩脸只啊 但是脸只全部是白色 啊 白礼服 然后呢 第一批这四只鸡呢 一只白礼服 脸只瓦灰礼服 这只叫叫 叫叫鸵色还叫什么 我我没没搞 没瞅太准啊 就是全是便衣色 知道吧 就全是那个 高档货啊 高档货 让你们先等一下 等一下我马上抓你们啊 也就是说呢 我养的这些路丁鸡 除非他们不下单 只要他们下单 然后孵化出来的小鸡 那基本上就是便衣礼服 除非他们有外遇啊 那把我说 抓出来一个试一下啊 这鸡胆贼小 我都怕抓他们 知道吧 能弄不好 能吓死一个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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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 你看 哎哎 好好好 出来一个出来一个 出来一个 拉起来 拉起来 那个等会再抓 那个等会再抓 我要看看你们会不会打架 下去 观察一下这个打打包 过来了 完了 你看你看这个鸡什么 什么什么表情 你看 看到没 看到没 他在那个宣 宣示他的领土拳 大哥你俩都白色 要打的话 我还得给他抓出来 完了 这样不行 哎 这样不行 兄弟们 这样不行 听听听听 这只小白鸡太坏了 就他一个追着咬 我估计在这里面 他就是一个头 这回 咬不着了吧 哎 我看你还接着咬 兄弟们 合脑是必须的啊 不管再难 必须得合拢 所以说 我给他们弄了个小笼子 然后里面放上了饲料和水 过几天 他们不再去想着 去欺负他们 应该就可以放出来合拢了 应该时间不会太长 后面呢 他们不产弹 我估计我也不会再给你们更新炉丁机了 我知道他们产弹 我再给你们更新炉丁机 他们是要实在不产 我再买弹回来 再服 兄弟们